跟我們講話 各位同心 大家跟我走大家好 大家好 我有一個感覺 我們現在受訓的學院越來越年輕 有一個好現象 因為 坦白說 我們這代的 我六十幾歲了 看起來好像還沒有 對不對 你不敢說 其實我六十幾 我太太常常跟 我夫人常常跟我講說 你這麼老了還不退休 我說我是想退休 可是台灣的國際地位還沒有正常化 而且我要把我所研究的戰爭法 佔領法 想要讓所有的台灣人都知道 因為台灣的問題要改觀 只有一條路而已 法律 用法律才會解決 感情是解決不了的 感情會變耶 你相信不相信 你是人生堅硬嗎 相信 真的 你用感情 說這個台灣的事情 例如說 台灣要獨立 大家也希望獨立 跟別人說 所有的男朋友都 我要結婚 事實上結婚就是這種獨立 但是你要結婚 你要不要爸爸媽媽允許 現在有人說我自由戀愛 OK 就算你自由戀愛 事實上你用自由戀愛 是不是能長長久久 以現代的社會來講 以現代的社會來說 這個社會來說 好像有點困難 現在根據統計 台灣 專台灣 兩對結婚一對離婚 所以我 veces會看人家 什麼在結婚典禮 或是拍結婚照 我都在那裡想說 這隊不知道可以撞多久了 我是講真的 我在講這個 我說到這個事情 我就在想說 台灣有什麼獨立嗎 要獨立 可以要有先決條件 什麼先決條件 就是台灣這個土地 所有的人 都是台灣人的時候 要獨立才會有可能 台灣這個土地上面 怎麼都都是台灣人 什麼不見得 絕對不對 我們常常有在說 外星人 外星人 什麼叫做外星人 就是不是台灣的人 叫做外星人 從中國來的人 叫做外星人 其實從中國來台灣的 不是叫外國人 不是叫外星人 叫做外國人 因為跟我們台灣實際最無關的 你們已經上課 進入第二天了 馬關團約清條的風地 將台灣配合這兩塊土地 應救永遠 擱讓給日本天皇 好像不像我們的家 不會讓別人 你後來要跟他們討論 等一下可以嗎 絕對沒辦法 所以你要看他們 中國人的政策 也是最近開始在改變 四年前 那時候我們剛才 美國美國的法國出來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受討 過去他說 台灣是中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知道嗎 台灣這個土地 從來沒有屬於中國 我給你看清條當時的地圖 好嗎 你有沒有看到嗎 來 那張地圖給你看 就是說 這是清條當時台湾的地圖 我跟妳說 這台灣妳要相信嗎 你相信的嚇手 沒有相信的嚇手 不知道的人嚇手 好 這是台灣的地圖 但是妳有注意到嗎 台灣的假平好像不休 怎麼會不休 還沒辦法 中國人會這樣說 沒有錯 中國人喔 他如果用自己騙的 他的歷史跟妳說 因為這邊沉浸在海裡面 還沒有浮上 其實 假平這個土地 是叫做高山族的 高山族的 原住民啊 原住民 是一個民族 這個民族 都住在高山 日本天空 那時候要做太祖的時候 日本的太祖來的時候 看到原住民 很會唱歌 很會跳舞 動作很靈敏 去誇獎他們 然後 他用日本的工廠裡面 形容 很多的高山在一起的地方的人 叫做 所以青條 那時候 他對台灣的官吏 只有這塊而已 倒兵 但是青條的風 很要求 馬官吊又來這裡 他雖然江湖建英建樹 將台灣朋友 英九掛給日本的村 和這兵 這兵 都掛給他 所以 日本人 在台灣的村 吃盡苦頭 他這邊的人 都反對了 奇怪 外面的人 怎麼會在一起 我們這裡 來跟他們統治 所以 以前的台灣 沒有主權 主權 這次 是百多年來 才有的日 以前 沒有這次 叫做什麼 管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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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天空 這次 才知道 他就剃幫 所以在1905年開始 他用十年的時間 到1915年 派軍隊 派警察 從北部 把他打來南部 這在建成會來 叫做 征服 勘愧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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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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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說 訪議 這個時候 台灣才有建立主權 所以台灣的主權 什麼人建立 日本天空建立 到1915年 所以在1922年 2月26號 有一個 究竟我們 財經學定 全世界 有九個國家 信任說 台灣這個土地 是熟日本的 從那裡 所以現在中國 過去都說 台灣是中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四五年前 我們去顧美國 顧贏以後 欸 他們就開始改變了 中國改變 他們不要說 是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們知道 台灣人已經知道 台灣 建政以後過六十年 第一次 由我們台灣民政務 由我帶隊去顧美國 這是兩個事情 第一 統治全世界 說我台灣人 已經知道 我台灣的地位 是在建政以後所發生的 台灣人沒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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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生活在政治的聯合 政治的聯合 政治的聯合是什麼 就是你要去選舉 你後來都想說 照中華民國的規定 去他回答 你越回答 你的後代越死 因為你的後代 永遠在中華民國體制底下 其實現在全世界 沒有人生贏中華民國 只有什麼人生贏中華民國 台灣人 和那些中國人 現在多忙在台灣 流亡的那些人 他就不想中華民國 你看看 中國 陳寅寅來的時候 國民黨 青天白日滿立紅 他去不拿出來 什麼人去保護 民進黨 那實在看到 全都飛去 你民進黨不去反對國民黨 反對國民黨 你保護中華民國 你保護中華要做什麼 這很大的矛盾 啊這是標是什麼 繼續在欺騙台灣人嘛 他說一套做一套 實際上又是一套 所以 公的是公我們台灣 公的是公我們台灣人 台灣人公牛啦 你怎麼聽我這句話 你只能做事 有錢好賺 飯沒吃你也沒關係 還有計程車 手機最好的褲子 你不相信 逃中逃的時候 計程車 明明車就停下來 要來吃飯 你要問講問講 我要來去哪裡 你要知道嗎 我告訴你百分之一百 告訴你 我要知道 你還要吃飯呢 沒關係 這是台灣人的故事 有錢好賺什麼都好 但是這種的故事 可以延續到政治上面 我們就投資了 我們只要交稅 你怎麼知道說 台灣人不可以交稅 你的頭髮裡面說 那不是跟你說 人民有繳稅的義務 對啦 繳稅繳給誰 人民要去當兵 有當兵的義務 其實我們不用做兵 誰人不用做兵 我們去顧美國以後 發言說 台灣這個土地 要去美國軍事政府 占領地 你敢不敢說 這個土地 讓人占領 當地老百姓去拿 占領車來做兵 理論上來說 中華民國是台灣人的敵人 我有說過了 美國訪問台灣 美國是台灣人的敵人 美國跟中華民國是同盟國 如果美國是台灣人的敵人 中華民國是台灣人的敵人 這邊有錯嘛 我們怎麼會去做兵 做兵是當時發言 你知道嗎 1949年的十二位催沙 那是頭一次 以下徵兵令 經過美國暗中統議 那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顧美國的時候 哪有跟美國說 你中華民國如果繼續跟我們爭兵 我要在國際法庭 告你美國總統歐巴馬 四年前 我們正式通理 在他媽英叫三年前選擇 台灣人不用做兵 那不是說媽英在對你很好 中國親愛的飛沙 發向台灣不用做兵是什麼意思 因為按照戰爭法 台灣也不用買武器 我給你戰爭 我給你占領 我要買什麼武器 台灣官衛法 裡面也不是說買武器 他說 make available make available make available是什麼 是一種賣賣 美國開菜單 中華民國下去減 台灣人落錢 洗得怎麼有這種事 我問你呢 我去買東西 你要替我落錢嗎 當然也沒有啊 我跟你非清非故啊 你要落什麼錢 台灣人想要拿中華民國落錢 你這都不對 所以要把美國警告 你如果繼續還沒武器 給中華民國 我就在告你 叫台灣人做兵 我給你告 所以中華民國國文化 別說 現在兵完不夠了 要求馬英就恢復爭兵 馬英就不敢 他說我絕對不會恢復爭兵 現在甚至說要用木兵 我告訴你 木兵也不可以 因為台灣人絕對不可以做兵 我們都不知道 很多人來上課之後才知道 哦 原來是這樣 因為我一直說這個武器的事情 因為我武器 得罪兩種人 一種就是什麼 問台灣人說 你不買武器 你不就放棄台灣 不要讓中國人幫你排行 你就導航 買啦 不用煩惱啦 沒有米武器 什麼人要買武器 對 很聰明 美國要買武器啦 不用我們買啦 啊 美國叫傻傻 我不能給他叫傻傻 我要用課的 因為你都黏黏 你們都黏黏 你們是有夠聲耶 每次都這樣聽 天啊 天啊就閃掉了 那都重點啊 對不對 美國 你不用叫我買武器 啊你給我佔領 我很開心 你愛人佔領嗎 當然也愛 你給佔領 不用買武器 不用做兵 不用交稅金 你賣 我賣 我告訴你 你不相信 現在台灣人恢復正常話以後 我給你佔領台灣人 絕對沒有人說要獨立的 我說一個禮給你聽 波多里克 1898年 美西戰爭 西班牙建蘇 他掛入四個殖民地給美國 波多里克 古巴 管道跟菲律賓 掛給他以後 現在還有兩個地方 還沒選擇獨立 不是變成五十一隻 一個叫做波多里克 一個叫做管道 波多里克的人 雖然 因為他現在拼大 都不用賺錢 美國要給他刺 你贊了嗎 從1899年到現在差不多百多年 他也不可以獨立 也不可以變成美國的五十一隻 美國很懊惱 因為一年 要提供差不多九百億的美金給他 他如果沒錢他就賺 美國說會稍等一下 這樣啦 你們公投 看是要獨立 還是要變成五十一隻 波多里克的政治家 政治人物非常聰明 他說好 我同意 已經十幾年了 十幾年前他就要怎樣 設定一個公投題目 這個公投題目是什麼 我們波多里克 是不是要獨立 同意的請寫s 不同意的請no 然後設定日期 他那些政治人物去老闆 我先跟您說喔 如果獨立以後 要交稅金 要當兵 要買武器 那波多里克的人 比較傻 他也跟你說no 對不對 不獨立 啊不獨立 這個人做兩次 前一次四年 後一次又四年 又八年 這樣讓他拖八年 現在美國說 不對不對不對 不然你們變成我五十一州 你說沒有問題 第二次的標題寫說 變成美國的五十一州 本來波多里克的人 他現在那個政治 下鄉跟老闆說 我跟你們說喔 變成五十一州 你們就要交聯邦稅 所有的跟美國人一樣 波多里克的人 他也沒有 所以美國五十一州 他說no 現在就沒辦法 現在美國人比較聰明 他說喔 等一下 你們在玩我 你把獨立跟五十一州 通通寫上去 要綽密去了對不對 國分類 這樣已經過幾年 過十兩年了 這邊把他放進去 那些下鄉跟老闆稅說 我告訴你 大家弄五十一州 因為美國的參議院 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 有講 我們不增加新的領土 現在公投的時候就 遭過一半以上 要變成五十一州 現在五十一州 就結束了美國的參議院 對啊 參議院除非他修改憲法 美國 從夏威夷那個州以外 他不增加新的土地 所以一直拖到現在 他還要把美國拿錢 我們也要比較聰明 你有時候想說 獨立比較好 我告訴你 獨立有什麼好 你跟我說 所以最近今天 習近平說一國兩制 為什麼一國兩制 本來是說台灣 是中國神聖的一部分 自從我們的論述出來的 習近平也說 台灣是中國的 core interest 就是說核心利益 什麼叫核心利益 我聽不懂 他終於 常改變了 常說要一國兩制 他不敢再說是一個中國 一國兩制 其實對台灣是對的 這個一國兩制是哪 台灣跟日本 就是common ways 現在中共 就是用我們台灣人公公 的這種心態 要把台灣變成中國的common ways 不可能 我告訴你 美國絕對不可能 美國的司法部 這次來 上禮拜 上禮拜來 和那個 律師來 我們說得很清楚 他跟我說 Roger 你到底在想什麼 我們公國以後 在最高法院 說deny deny的意思 不是說 結論 不是reject 不是我們輸 是 美國的這個法院 這邊 派這個律師來跟我們說 我才知道 他說 美國在等你Roger的決定 蛤 我從來沒有聽過 我要決定什麼 他說 因為台灣現在地位未定 兩條路好走 第一 照美國的意思 訓練四千名 的行政人員 有法律的行政人員 來接後拜的台灣民政府 第二 第一 如果我決定 台灣跟日本 變成common wars 其實在1950年的時候 聯合國就已經同意 給台灣關自己 這幾個關自己 英文不是叫做self government 是叫做autonomic 我告訴你 國際法真的很刺激 基本新台灣論 你們真的要去討論 10月5號下禮拜 的禮拜天 下午4點鐘 剛才你們國際版 你們如果像國際版剛才結束 帶上去 全去找郡守 你們時間麻麻麻 因為國際版被壓 就可以找到滾手 題目很簡單 都在那本新台灣論裡面 而且題目出得很簡單 只有200題的 80題的是非題 跟120題的選擇題 怎麼簡單 你們正修學開始 是非圈圈叉叉 1 2 3 4 那有簡單嗎 有喔 沒有啦 哪有 都考不及 你們看日本新台灣論 有很多 北部帶我兒子 學生來跟我說 我們學生 那些書 我考慮一次就過 奇怪 在我們這裡 你考勤修考三次不會過 我說你考慮多次就會過 我們現在有規定啦 如果連線考三次 可以加6分 但是你說喔 如果考十次要加1分 沒有 最多加6分 因為我算得剛才好 加6分你剛才59分不過 所以第一次說齁 你真的要緊張下來 緊張去看看 我跟你說一句 你一定要記清楚 叫台灣剩這條路而已 我們這條路全熄去 已經沒有叫做台灣人了 從此以後台灣人這三個字是歷史名詞 當然在這個時候 中國人也好 一些所謂的獨派也好 一些既選的台獨派也好 死命在給我們勾後 什麼樣的謠言 都有辦法勾一步 我們台灣人離開 例如 明明我們夫人 是幫救人 土生土長 聖臨 林家 就跟你說 他是西安人 現在改變成四川人 他說這福人這麼漂亮 四川人好像比較漂亮 所以說換他是四川人 像這種話後有人會相信 你要看五個到我們聽到 剛才開始的時候 跟我們講解我是什麼 我是中國派來的間諜 中國派來的間諜 中國派來的間諜 中國給我錢 從台灣跟中國給我錢 一點都不合乎邏輯 台灣人想不到 這六十八年的 中華民國的中國人的教育 我跟你說 非常成功 真的很成功 我沒有跟你騙 所以有一些台灣人 變成什麼 去外 反過來 洪通敵的人 變成通敵者 這是台灣 海島型的人民 還有外面移民的人 人的特點 我覺得我不是黑路日本人 但日本在通敵台灣那時候 爹爹的時間讓我們台灣 為一個衛生不好 沒有下水道的一個 說得不好意思 好像是盲方的地方 變成一個世界非常非常的進步 甚至在1936年的時候 又舉辦世界博覽會 這很了不起 你覺得聽到你的媳婦告訴你 日本是來出門 門民館 不會淘汰 有嗎 有嘛 我們希望可以回憶 那個時候 去年 子媽咪就是海嘯的時候 你看補助 日本人 死幾萬人 但是 他們在7-11在買東西 農總排隊 蓋車在高速公路走 路間絕對沒人走 大家都幾機 排隊 甚至有一個故事 有一個 老的 比較老的女兒 女兒 女兒 排隊在這邊 他那邊買東西 還沒輪到他 他搖死了 因為用的搖 他甘願沒有插隊 沒有去買 甘願他搖死 但是 這種的精神 你台灣人想到說 這個怎麼搖 插隊去買就好了 買一個麵包 吃一桌就好了 你就拿 用日本人去賣 你說 日本人有料不去 但是我告訴你 大家的事情 1915年 8月15日 日本人都沒有搖 開始 台灣有兩國的時間 沒有軍隊 沒有警察 台灣那時候沒人管 兩國的時間 台灣的全台灣的犯罪力 零 沒有人犯罪 這表是 台灣人 有很優良的品質 有很優良的特質 只不過是 這68年 讓中國人 教育打破了 講白菜 碰風 用家的歷史 最重要 台灣人 已經沒有自尊 跟我們為了生活 什麼事情 錢就好 什麼東西丟掉 都沒關係 你要看現在現主的小的 什麼靠霸主啦 我們台中是不會啦 但是很多年輕人 國民黨讓你賺不吃嘛 男朋友 沒有憐恥心 他也不賺錢 他敢去做互動 所以台灣改變到今晚的庭路 我們在座各位 過來我們這裏收分 各位 我們為自己鼓掌拍手 鼓勵 我有在那裏收 如果真的說台灣這條法力 給它回去 我可以給各位 很沉重的聲明 台灣就都死了 外面歷書上看不到台灣人 尤其是中國 大量移民來台灣 他們大量來台灣 買很多建築物 你不用擔心 買很多飯店 你不用擔心 買很多飯店 或是餐廳 你都不用擔心 我講一個例子 就好 日本人怎麼接到這款規 二三十年以前 日本人因為 泡沫清洗的以前 日本人也很好 去美國 所有道路都買去 華為所有飯店都買去 那時候 我剛好在華為 我問美國人 喂 日本人給你買這些東西 你會煩惱嗎 美國人怎麼跟我說 你笑一笑 他說 日本人跑來買大飯店 什麼西爾頓 什麼香格里拉 都買去 他說我請問 你不要看到 日本人 將這些飯店 更回到日本 沒有 我恍然大悟 包括世貿 那些飯店 炸派去 那兩棟 有嗎 包括什麼都被日本人買去 外賣國人 經過十幾年 美國政策一個改變 所有飯店 日本人都不允許 那些美國人 還給他們 今天中國人來台灣買東西 你不用擔心 我們一直整 改變法律 東西都回到我們的手套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記載 你們到這裡 他的弟兄 所以中國人要來 歡迎 但是中國人現在聽我說 他們現在減少速度 如果去到民進府出場 他們來台灣買的錢都沒去 不是只買去的錢都沒去 那中國人你也要把它回去 你也要說 你有按照既定的法律程序 能夠留在台灣 但是有很多的事情 在我們沒有執政之前 我不想講得太多 因為這會引起 因為我們台灣要還有百分十五 是中國人 還有百分之 不知道所需的台灣人 是做中國人的照片 我相信你們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們最近台灣民政府公佈一個法令 台灣民政府執政之前 如果有破壞台灣民政府 講台灣民政府的壞話的人 我們要承報給美國軍事政府 將來一執政立刻給予嚴懲 你說好不好 我們絕對 我會讓中國人 我會讓大家來破壞台灣民政府的執政的速度 這是我今天這個課要告訴各位 謝謝各位 各位同學 希望我們下課休息十分鐘 下課休息十分鐘 謝謝大家